在上世纪的80年代,香港的娱乐圈发展得非常好 当时有一位男神梁朝伟是所有女孩子的梦中情人 他有着极高的颜值,忧郁的眼神,独特的气质 很快就走进了很多女生的梦里 娱乐圈的每一个明星都是生活在美光灯之下的 粉丝们除了关注他在台上的作为之外 他的私生活也是饱受关注的 所以梁朝伟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 梁朝伟曾经公开与一位女明星同居了六年之久 而这位女明星就是曾华倩 曾华倩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 在那个时候医生可是非常赚钱的 所以曾华倩从小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成长到大 没吃过苦的曾华倩 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在17岁的时候 她陪着朋友去TVB报名面试 但是主考官却一眼相忠了她 从此曾华倩在经过半年的艺术培训之后 就开始和周星驰一起搭档主持一档儿童节目了 曾华倩看起来非常的青春 笑起来仿佛明媚的春天一般 特别有感染力 娱乐圈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小女孩 无数的导演邀请她作为女主角 各种代言广告也是如潮水一般向她涌来 可以说是娱乐圈内最红的女明星了 当时的曾华倩在拍戏过程中认识了梁朝伟 而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身上的忧郁气息深深地吸引了她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一个活泼如春天 另一个忧郁的仿佛秋天 他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恋爱 很多不好的地方都在慢慢的磨合 遇到冲突两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往往吵架冷战之后又重归于好 这样的他们一起同居了整整六年 这期间他们也是分分合合多次 在他们的心内 对方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才这样一直的相爱相杀 曾华倩是一个心里藏不住室的职场子 她当时最好的闺蜜就是梁朝伟 现在的老婆刘嘉玲 她每次和梁朝伟吵架之后都会去找刘嘉玲诉说 所以说刘嘉玲对于梁朝伟的了解绝对不亚于曾华倩 这样一来时间久了 刘嘉玲也开始喜欢上了梁朝伟 结果就在一次曾华倩和梁朝伟分手之后 刘嘉玲看准机会成功上位 直接和梁朝伟结婚了 看着自己最好的闺蜜和最爱的男人结婚了 当时的曾华倩心中都快爆炸了 之后她断绝了和刘嘉玲所有的联系 之后的她也和圈内的人谈过几次恋爱 但是感情生活都不是特别的顺利 这让曾华倩决定要找一个圈外人 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现在的丈夫 两个人还有一个孩子 离开了演艺圈的曾华倩也是十分的清闲 现在她和她老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曾华倩现在也经常的在网上晒出自己和儿子的照片 有网友说曾华倩这是故意发照片让刘嘉玲难堪啊 毕竟她和梁朝伟结婚了快十年 一个孩子都没有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啊